北京时间8月26日下午 UFC再次来到亚洲 在新加坡火热开战 在此次新加坡战的比赛中 中国选手龙女梁娜和玉面刺客宋克南一同出战 最终梁娜第二回合遭TKO遗憾失利 宋克南三回合判定战胜对手 取得胜利 首先进行的是梁娜的比赛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在UFC出场 此前两战皆是遭到终结失利 原本在今年3月梁娜便要出战 不过赛前因受伤而退赛 此次比赛 梁娜的对手JJ奥德里奇 同样在近期遭遇了两连败 不过今年只有30岁的他 已经在UFC八角龙征战了快7年时间 UFC总战绩为12战7胜5负 两次拿到UFC三连胜 比赛经验十分丰富 同时JJ还有着跆拳道黑带三段 和巴西柔术宗戴的段位 对梁娜来说 迎战如此强大的对手 绝对是一次极为严峻的挑战 能否保住合同留在UFC 就看这一战胜利与否 在比赛中 梁娜身着红色比赛服 占据了铁龙中心 身中后她的身体状态 也看起来更加出色 经过简单的一番试探过后 梁娜主动将比赛拖入地面 并连续摔倒对手 拿到上位的优势 不过在第三次尝试摔倒JJ时 梁娜技术失误自己反而来到了下位 被对方压制直到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开局仅一分钟 梁娜迅速下潜 爆摔成功拿到JJ的后背 尝试使用降服技术 不过JJ很有经验 也是分耐心 慢慢地将梁娜从背后抖落了下来 并且来到了侧向压制的优势位置 在回合还剩两分钟时 她更是拿到其成位 其在梁娜身上 开始利用杂拳和杂肘扩大优势 回合还剩十多秒时 梁娜被压平身体完全没有办法防守 随着JJ不断地砸拳落下 裁判建设直接终结了比赛 遭遇了UFC三连败 梁娜还能否继续在UFC征战成了一个疑问 相信今年只有27岁的她未来还有机会 本场比赛在摔法上还是有着不错的优势 只是在进入地面后处理得不够细腻 反而被对方抓到了机会 相信在针对性补足弱点后 梁娜能够迎来新的成长 宋可南在复赛第四组出场 对阵职业战绩为14胜二负的新星 罗兰多·比多亚 加入UFC已经5年多时间 宋可南战绩7战4胜 3负3次KO胜 21年至今遭遇了两连败 上一次出场是在今年3月份的UFC 285 在首回合祭祷爱尔兰超新星伊恩加里后 第三回合遭终结翻盘 此次新加坡战同样是她的UFC合同保卫战 对手比多亚虽然只在UFC打过一场比赛 但是首秀便与UFC战绩不俗的威廉姆斯 达到分歧判定 实力十分强悍 此次比赛比多亚也是被看好的一方 国外网站近4000人投票 有多达87%的全迷认为她会获胜 比赛开始后 宋可南的战术看起来是想要近身拼拳 而对手比多亚则不断地使用扫踢 回合前半段两人都在战力阶段互有来回 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攻 比多亚在打击数上有着更大的优势 第二回合宋可南率先重拳出手 很快就将对手压制在龙边 在分开后 她的出招也多了起来 更是以后直前摆将对方击倒 不过比多亚也并无大碍 很快便起身继续 回合后半段 两人的体能都有些下降 宋可南多次拳法命中比多亚头部 最终回合 宋可南在开局阶段便尝试拼拳 在没有取得很大成效后 她开始在外围游走 并四季进攻 比多亚虽然没有多少拳法动作 但是低扫踢却一直有命中 回合最后一分钟 宋可南再次击倒对手 不过对方的抗击打很值得称赞 并没有被中创 将迟到回合结束 两人看起来都筋疲力尽 宋可南在中期上有着优势 仰次击倒对手 而比多亚则在进攻的频率 和有效击中数上有着更好的表现 最终三位裁判更加青睐宋可南 她以比分的优势以致判定取胜 重回胜利轨道 也可以说保住了自己的UFC合同 在此次比赛之前 宋可南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 能看出她有着很大的压力 但是她顶住了 并通过出色的发挥赢取了胜利 接下来我们也希望 她能继续在UFC 给中国全迷带来更精彩的表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